明星尽于令人忧 肖敬腾现遭歹徒破愤 之前曾被疯狂歌迷骚扰的肖敬腾 又遭到了更恐怖的事情 10月27日下午 肖敬腾从住家出门 搭保姆车外出工作时 两名洋装歌迷歹徒突然靠近 并朝肖敬腾的保姆车内 破坏顿变 事件发生第一时间 肖敬腾向派出所报了案 昨天上午 他也专门召开记者会 对事发经过做出了说明 一名嫌犯就往司机的 这个驾驶座方向 敲车窗 然后 一开始他还没有做任何动作 他只问说 请问这是肖敬腾的保姆车吗 我想请他签名 就是意思还是要见到我 还是要找我 还是要我下车 所以我相当肯定 他们是针对我 那么这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 马上要工作要出门 然后我的工作同仁 阿龙 他就很客气地跟对方说 我们要有工作 要先离开 然后他二话不说 他就把他手上 已经放了 我看应该是久远 非常久了 这个东西 然后就往 往这个阿龙的身上 头上 摘下去 噴到这个车面 跟同事的身体啊 什么什么 我觉得很 很糟糕 很过分 回忆起当时发生的经过 肖金腾还是相当生气 他表示最近半年 已经多次受到恐吓 期盼警方揪出幕后黑手 并强烈谴责幕后黑手 表示一定会追究到底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会 就这样结束 我希望 我还是相当相信正义 我也相信台湾的警方跟媒体 我希望这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答案 跟结局 肖金腾表示 同事已经掌握很多证据和线索 锁定了可能对象 不过一切 还是留待警方最后查证 这个对象 我现在绝对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情 我希望警方来调查 我们只能协助警方跟媒体 不少人怀疑 这次的事件 同早前半夜 敲肖金腾房门 送他们邻居有关 不过肖金腾仍表示 愿意想喊 留待警方查证 虽然多次受到威胁 这次事件又明显是 冲着肖金腾而来 但肖金腾坚决表示 自己没有与人结怨 个人也没有其他问题 我在这边曾经 我没有跟任何人 结下任何的恩怨 我的工作 没有任何的问题 经济没有任何的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是绝对的 我可以请任何人来调查 或者是我的人格 来保证这一切 虽然发生了 如此不愉快的事情 但肖金腾表示 自己的工作不会受影响 不过身边的保护措施 会有升级 担心肖金腾 个人爱情的歌迷 也可以放心了 明显 明显